镜头中这两位正在各自住所自行隔离的意大利人 是青海省足球协会的外籍教练,负责青少年足球训练 3月6日,安杰洛和克劳迪奥从罗马出发 当天下午抵达西宁后,便开始了14天的自行隔离生活 据了解,在隔离期间,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 每天都会为这两位外籍教练测量记录体温 青海省足球协会的同事也会按时给他们送来新鲜食材和生活必需品 没有感觉到不方便或者带来一些困难 虽然待在家里面不能出去,但是我很感谢青海省足球俱乐部 感谢社区,感谢中国政府的安排 因为本身这种自行隔离的方式 对我本身或者说是对大众都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安杰洛告诉记者,他会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 隔离期间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和看比赛视频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疫情结束之后 带着孩子们一起在绿营场上痛快地踢一场足球 早上起来,我们意大利人是必须要喝咖啡的 自己煮咖啡,简单地吃一些东西,打扫卫生 然后做一做室内运动锻炼一下 因为我要保持我的身体状态 这样的话,等到隔离结束之后 我就可以很快地投入到工作训练当中 今年47岁的克劳迪奥是意大利当地比较知名的前职业足球球员和教练员 隔离期间,他每天都会通过网络直播 给他的粉丝和亲朋好友们 讲述他在中国隔离的相关情况和防护措施 只有像现在中国的这种方式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疫情来控制住 只有用这种防护措施,大家才能保证身体的健康 在这个时期,我必须让我的家人朋友还有粉丝们知道 现在在欧洲包括意大利,这些做法是欠缺考虑的 克劳迪奥说,最近他还接受了意大利罗马人报的独家采访 真实详细地讲述了在中国青海自行隔离期间是怎样度过的 他希望意大利民众能够听从政府的意见 出门戴口罩,减少外出聚会,虚心学习中国的抗疫好经验 抛开国家的体制,我觉得在意大利包括欧洲 都缺少向中国政府在这种疫情情况下能果断地采取措施 而且能有一些非常好的手段 特别是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团结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能够把疫情控制住 让我感到很安全 本集完 感谢观看